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鑫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就是豪宅還有新北 永慶房屋統計了近五年新北市豪宅的交易見數還有交易占比 觀察了新北市豪宅熱門區域的變化 一起來看統計數據 數據顯示板橋區是新北豪宅的首善之區 豪宅交易占比位居新北第一 2023年成交額高達31.1% 另外林口區近幾年發展火速高資產族群嵌入也帶動了豪宅的交易量 2023年豪宅交易占比與中和區並列第二 實價登入資料顯示近年來新北市的豪宅熱門區域多集中於板橋 中和林口新店還有淡水 光是上述五個行政區域就難刮了新北市七成以上的豪宅交易量 可以看到板橋區和中和區的豪宅市場表現最為穩定 近五年的豪宅交易占比從未低於一成以下 永慶房屋延展中心副理陳金平表示 板橋區一直是新北市最精華的地區之一 作為新北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商業活動蓬勃有活力 光是在板橋車站周遭就有遠東百貨、成品生活 還有利寶百貨等眾多的購物商場 區域內也有南亞夜市、玉民夜市等親民的生活商場 陳金平補充除了人口眾多之外 擁有利力之變的板橋區交通運輸也相當發達 不僅擁有高鐵台鐵接運共購的板橋車站 也是大台北地區的公車交通樞紐 再加上新北市市政府也設於板橋區 行政文教資源豐富齊全 交通商業文教一應俱全的板橋區 自然成為新北市豪宅的重點站區 至於擁有40多萬人口的中和區 商業生活機能也相當完整 不僅坐擁好市多、環球、購物中心等知名的賣場 在交通方面除了捷運中和新爐縣環狀縣 以及預計在2027年完工的萬大縣之外 還有往返台北市中心和板橋的公車之王307號公車 支撐起中和區域的公共運輸服務 交通相當便利、優秀的生活機能和交通路網 也讓綜合成為房市熱絡區域 豪宅、產品自然也有市場 陳清平提到其中領口的新北國際AIPLUS 智慧園區不僅帶來眾多就業機會 更吸引高資產族群遷入 高資產族群的強大經濟實力 除了帶動領口房市的蓬勃 自然也帶起領口豪宅的交易熱度 高資產族群紛紛入主領口的現象 也可從平均豪宅價格的變化上一窺端倪 曾經評分析眾看近三年新北市五大行政區的豪宅平均總價變化 相較於板橋區中和區淡水區的豪宅平均總價在近三年間各有漲跌 新店區甚至出現下跌狀況 但是領口豪宅平均總價近三年穩定成長 漲幅高達14.5% 2023年領口豪宅的平均總價甚至已經追上了新店區的水準 由此可以看到未來領口房市乃至領口豪宅市場的發展相當具有潛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按下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見 我們會分享一按讚 Tw abundant 欢迎收督喜 開 Electcolour 好 可以 美 粉